第九章 主 Krishna 说 既然你不再疑惑 我现在就告诉你最奥秘的知识 你一旦从经验中得知 便会脱离罪恶 这就是至高的知识 至高的秘密 至高的进化者 他容易了解 又正当合法 他容易实行 又永垂不朽 不相信这种教训的人 就找不到我 而继续失落于 这个会毁灭的世界中 我遍及整个世界 然而我的形象是看不见的 众生都存在我里面 然而我不被他们限制 可是 他们却不知道自己住在我里面 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权柄 是如此伟大 以至于我 至高的自我 虽然是众生的原因和扶持者 但是我 留在众生之外 好像强风一样 到处流动 除了空间以外 别无其袭的地方 众生除了我以外 也别无居所 阿珠娜 在每个宇宙周期 结束的时候 众生都要回到我物质自然 这一部分里去 在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时候 我再一次产生它们 靠着我自己物质自然的一面 我一次又一次产生众生 不管他们愿意 不愿意 因为他们全受我的意志 支配 但是我的这些行为 不会束缚我 我还是置身举外 了无执着 在我的领导之下 我的物质自然产生了 所有会动和不会动的玩物 阿珠娜 宇宙因此运行不息 当我以人的形体出现时 愚蠢的人 对我判断错误而鄙视我 因为他们不知道 就是我高等的本性而言 我是万物的主 上帝 他们的希望全部落空 他们的行为没有价值 他们的学识亦无用处 他们的心智失去作用 他们凶恶如魔怪 内心永远迷乱 但是那些充满我圣灵的伟人 阿珠娜 他们敬拜我 全神贯注于我 因为他们知道 我就是存在的本源 永远不灭 他们永远赞美我 奋发努力 坚守誓言 在我面前顶礼膜拜 不断以热切成前之心 敬拜我 另一些人全心全意敬拜我 把我看作是独一无二 多重形象 无所不在 我是祭品 是牺牲 是崇拜 我是燃料 是圣格 我是献给生活的高知 也是生活本身 而且我也是奉献行为 我是宇宙的父亲和母亲 我是宇宙的滋养者和祖父 我是应当被认识的对象 是洁净一切的进化者 我是神圣音节 我也是圣点 我是目标 是支持者 是上主 是目击者 是家园 是庇护所 是朋友 也是根源 我是生命 也是死亡 我是全活泉 也是永恒不灭的种子 我是太阳的热能 我放出 并收回雨水 我是死亡 也是不朽 阿珠娜 我是整个世界 那些精通圣典 并且引用苏魔之夜 而洗净罪恶的人 献祭敬拜我 祈求我引导他们上天国 他们会到达诸神之主宰 所居住的神圣世界 享受天国的喜宴 然而 虽然他们享受到天国的荣华 但是 当他们功德耗尽时 便再次降生于人间 他们遵循圣典的教训 可是因为 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必须一再地 离世而复返 不过 如果人只沉思冥想我 随时随地敬拜我 我就会成全他的愿望 并且保护他 所要得到的任何东西 甚至那些崇拜 低级神奇的人 只要他们诚心诚意崇拜 就等于崇拜我 虽然他们崇拜的方式不恰当 我喜欢受奉献 我是奉献真正的上主 但是这些人 并没有真正认识我 所以还要落回人间 崇拜低级神奇的人 到低级神奇那儿去 崇拜祖先神灵的人 到祖先神灵那里去 崇拜魔鬼的人 就到魔鬼那里去 同样的 敬拜我的人 就会到我这里来 不论人 献给我什么 一片叶子 一朵花 一个水果 或一杯水 只要以虔诚 而纯洁的心献上 我都接受 不论你做什么 吃什么 奉献什么 施舍什么 也不论你苦修什么 都把它看作 是奉献给我的 你如果那样做 你的行为 就不会伴随着 好的或坏的结果 借着舍弃精神 你会到我这里来 获得自由 我对众生一视同仁 我不偏爱谁 也不憎恨谁 然而 凡成前敬拜我的人 都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他们里面 即使 罪大恶极的人 只要全心全意敬拜我 也就被认为是义人 因为他走在正道上 不久 他会成为正直的人 也会得到永恒的宁静 阿珠娜 相信我 敬拜我的人 永远不会失落 甚至由罪孽深重的 父母所生的孩子 以及女人 商人和工人 只要他们愿意以我 作为他们的避难所 便会达到最高目标 至于上帝的圣徒 崇拜者 和德高望重的统治者 还用得着说吗 因此 既然你降生在这个变化无常 又多灾多难的世界 你也要崇拜我 你要全神贯注于我 虔诚敬拜我 为我奉献牺牲 顺从我 以我为你热望的对象 那么你必定会与我合而为一 而我就是你自己的自我 以上是圣典伯切范格 奥义书之一 至高圣灵的学问 自我认识的艺术 主Krishna和Ajuna王子的对话的 第九章 名为 至高知识和至高秘密的瑜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典伯切范格